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皮赛万区毒品交易网络的犯罪嫌疑人 这一消息由尼姆氏检察官在声明中宣布 揭示了数周以来警方对该地区毒品交易的深入调查 根据尼姆氏检察官的声明 此次行动是在对皮赛万区毒品交易的调查中进行的 该调查已经进行了数周 尼姆氏警察局的刑事部门领导了这一调查 他们于11月20号凌晨6点开始 分别在嫌疑人的住处将20名犯罪嫌疑人逮捕 并随后将其带到警察局进行羁押 该声明指出 此前的数字调查行动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从2023年7月至11月 尼姆氏警方在不同时间进行了多次搜查 查获了8公斤大麻 1.3公斤科卡因 500克腰托丸 以及数千欧元的现金和一些武器 在整个行动中 总共有73名尼姆氏刑事调查人员 以及国家调查单位的工作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 尼姆氏检察官以及两名国家检察官亲自到场 同时还有国家警察的区域总监 这次大规模行动是在今年8月 10岁的小弗耶德在皮塞万区的一次枪击事件中不幸身亡后 内政部长吉拉德达曼宁宣布进行的 他在声明中表示 正如之前承诺的 11月20号上午在尼姆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毒品行动 总共有250名警力参与 尼姆氏检察官的声明还指出 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将在20名被拘留人员的勘押期间继续进行 俄罗斯宣布其军队在多个地点袭击了乌克兰军队和军事装备 而乌克兰则声称其军队击退了俄罗斯从不同方向发起的进攻 俄罗斯国防部在周日的简报中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俄罗斯军队击退了乌克兰军队在库普扬斯克 克拉斯尼利曼和顿涅茨克方向的进攻 俄军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南部 扎波罗洛和赫尔松方向的乌克兰军事人员和装备 俄军还报告称基辅州等地区的火炮 车辆 弹药和燃料库被毁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 乌克兰军队继续巩固其在赫尔松州地涅伯罗河左岸阵地 简报称 乌克兰部队还击退了俄罗斯在库普扬斯克 阿弗吉耶夫卡和马林卡方向的进攻 同时还在梅里托波尔和巴赫木特方向发起了进攻行动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周日早些时候表示 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乌克兰发射的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 称在莫斯科州摧毁了一架乌克兰攻击型无人机 但乌克兰军方对此未雨置平 日前 与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举行的 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期间和之后 中国援建的体育中心和场馆为运动员提供了高质量的训练和比赛场所 受到了大洋洲运动员的称赞 除了举行开幕式的国家体育场 中国还帮助这个岛国建造了水上运动 网球和驱棍球场馆 以及餐饮服务中心和多工能厅等设施 太平洋运动会正式开幕前 水上运动中心向运动员开放 供其热身和训练 这些体育设施的建设项目始于两年前 今年8月正式完工 今年的太平洋运动会结束后 这些体育设施将继续为所罗门群岛运动员提供训练和比赛场所 俄罗斯宣布其军队在多个地点袭击了乌克兰军队和军事装备 而乌克兰则声称其军队击退了俄罗斯从不同方向发起的进攻 俄罗斯国防部在周日的简报中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俄罗斯军队击退了乌克兰军队在库普扬斯克 克拉斯尼利曼和顿涅茨克方向的进攻 俄军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南部 扎波罗勒和赫尔松方向的乌克兰军事人员和装备 俄军还报告称 基辅州等地区的火炮 车辆 弹药和燃料库被毁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 乌克兰军队继续巩固其在赫尔松州地涅伯罗河左岸阵地 简报称 乌克兰部队还击退了俄罗斯在库普扬斯克 阿弗吉耶夫卡和马林卡方向的进攻 同时还在梅里托波尔和巴赫木特方向发起了进攻行动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周日早些时候表示 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乌克兰发射的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 称在莫斯科州摧毁了一架乌克兰攻击型无人机 但乌克兰军方对此未雨置凭 以上就是本期还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